8月30号,新疆第三条高速公路伊吞布拉克至若羌正式通车 成为G30线连货高速,G7线精心高速之后又已进出江大通道 伊若公路起点位于新疆与青海两省区交界处的伊吞布拉克镇 终点在新疆巴英国冷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城西 顺接若羌至明峰段高速公路,全长294公里 通车对于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带,促进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就是运输这个明月液化器,从新疆到库车拉到西藏 以前走的全都是国道,一般走就七八个小时 现在这高速的话也节省时间,就只需要三个多小时就到了 伊若公路沿线山岭中秋,平均海拔近3300米 全线处于中国四大无人区中的阿尔金山无人区和罗布坡无人区 项目过程中,驻路工人们穿戈壁、月荒墨、翻山岭 克服恶劣艰苦的自然环境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一个是加大机械化和自动化设备的利用 然后来提高施工效率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就是加大这个新技术的应用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劫持不破坏就是最大的保护的约则 然后从这个路级或者是桥汉设计方面 考虑减少对这个自然环境的破坏 设置了许多这个桥梁和野生动物的通道 保证这个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的政查通行 减少对他们的影响 除优化施工工以外 该项目还加强水环境保护 落实顾费处理 造生防护和大气污染防治等各项环保措施 最大限度保护沿线生态环境 为打造快速便捷的复明路、旅游路奠定基础 那我们要借助这个道路开通的这个有利契机 第一步驾大咱们旅游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包括咱们景区的提升 自驾车服务设施的提升 包括宾馆、酒店、餐饮业的一些提升 然后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自驾进入新疆 提供更好、更便利的服务 留下进入新疆第一站的美好印象 易若公路通车后 南通道全面快速化显著 从伊吞布拉克进入新疆南部地区的若羌、且墨、和田乃至喀什等地 可一路高速直达 同时 易若公路向北与玉黎至若羌高速公路 J0711线乌鲁木齐至玉黎高速公路相接 进而与S21线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公路连通 行程从伊吞布拉克至阿勒泰的南北江高速公路大通道 我们主要是在南疆地区的这个 往内地这个输出 咱们的运输我们的农服产品 新疆的资源的这个运输 提到了很大的作用 特别是在这个资源开发上 旅游的发展上 农服产品的销售上 拉近这个这个内地和新疆的这个关系上 起到很大的作用 通车后的易若高速公路 使新疆高速公路里程突破7500公里 推动了江内环起来 进出江快起来 南北江畅起来 进出境连起来的有效举措